我是趙浩康 歡迎來到TVBS少康戰情室 這我們現在的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李俊宜委員 黃偉翰先生 洪孟凱書記長 柯正委員 林真宇議員 好 那麼 菲律賓說大陸有個怪獸船 在這個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 他們說 主要要下馬尼拉 放一個怪獸船 我說是這個好像不是 說沒拍到 但是很大 說很怪 另外菲律賓跟日本簽了 相互准入協定 可以在對方領土進行軍事演習 另外菲律賓總統下令 南海緊張的情勢應該緩和 所以美國的中程飛彈系統 會撤住菲律賓 因為大陸對這個非常介意 另外菲律賓參謀總長 他報告 人家就問他說 上次為什麼大陸都打我們的人 他說對 他說下一次 他說我們會反擊 我們不會像上次那樣被欺負 到時候我們怎麼反擊 對方用什麼我們就用什麼 對方如果用刀 我們就用刀 沒有錯 對方用槍我們也用槍 反正意思就是說不要超過了 也不想惹事 中國是說菲律賓坐潭那個破船 在那邊站那個地方 說仁愛這邊的暗殺被破壞了 就是說生態都被破壞了 因為你有生態 你個爛船在那個地方 也是一個污染 而且你船要排泄 你要船員等等 洗澡什麼東西都是污染 美國說上次發生事情 617以後 美國跟菲律賓講說 我幫你運補 你運補船去勞共打你 我幫你補 菲律賓的參謀總長說 他們婉拒美國 這我們的事情 不要你美國進來 不過這是亂講的 美國前這個什麼博明 美國人今天很多人亂講一通 他說老共之所以搞人海交 是為了被打台灣 亂講一通 這亂講簡直是 老美這些什麼學者 專家 簡直胡扯 他說為什麼搞這個小島 是一方面要讓美國失信 一方面是為了台灣進行的預言 那不一樣的是說 這個島沒有半導體 講廢話嗎 那個島跟一個破船 跟台灣有什麼關聯 反正現在就老美任何東西 帶上台灣他就有新聞信了 他不帶台灣 好像就大家也不太理他 就不重要 所以什麼事情 都要把台灣牽制在裡面 好 謝長廷要回來了 謝長廷說台灣的船 被日本人去登檢對不對 船長罵 船長說比中國更土匪 說日本比中國更土匪 謝長廷我感到非常遺憾 你按照台灣的界線也越界了 對不對 你不應該縱容這個漁船違規 你是犧牲了台灣的整體利益 問題是你謝長廷 你是台灣駐日代表 你幫日本人來罵台灣船 你什麼意思 他一向這樣 而且他說我馬上要回來了 我快回台灣了 所以我任期也快到了 我要講一點得罪台灣的話 他何止講一點得罪台灣 他已經得罪台灣好多次了 好 我們看一下 為了在南海反制菲律賓 中國海警隊派出排水量 一萬兩千噸的5901號海警艦 引起菲律賓軍方高度重視 這艘長達165公尺的船艦 被菲律賓海警隊稱為怪物船 從7月2號開始連續兩天 侵入了距離馬尼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 而且跟菲律賓船隻相距不到700公尺 事實上中非兩國日前才進行 外交部副部長級磋商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也宣布 撤出美軍中程導彈系統 希望緩和局勢 但中國照樣出動最大海警船示威 顯示南海情勢依舊緊張 大陸外交部駁斥表示 仙兵礁不屬於菲律賓經濟海域 而是中國南沙群島一部分 為了抗衡中國菲律賓大動作 與日本聯手反制 日本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訪問馬尼拉 簽署互惠準入協定RAA 同意兩國軍隊可進入對方領土 進行聯合軍演和災害應變等訓練 日本也將協助菲律賓打造移動雷達 反對大陸擴張東海及南海勢力的立場 不言可遜 來 我看 五九動搖 你用照片來比較來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五九動搖是現在目前中國海警 因為中國海警有兩艘 一萬兩千噸級的海警船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軍艦 軍艦有的還沒有它那麼大 所以五九動搖你看一比較知道 一般的這個 我們說怪獸 對 就這麼大 一萬兩千噸的排水量 是目前中國海警當中 最大的兩艘 其中一艘 五九動搖 因為先前菲律賓跟 中國大陸的海警 在仁愛暗殺那一塊 仁愛在那裡 就一直有衝突 還有一個菲律賓的船員 還是一個學者 手指頭快斷掉了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就派 更大的船去 再大的船去 最大的派出來 就是這個五九動搖 怪獸級的 其實海上的這個實力還是要看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海上有載制力 有的話其實基本上 都不敢靠近 那我們最近因為金門跟日本 都各發生這件事情 那謝唐廷 因為他也已經要回來了 所以他講 剛剛主持人有講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 除了金門的事件之外的 另外這一起 它為什麼被 為什麼被日本扣掉 其實基本上是不會扣 就我倒覺得奇怪 日本為什麼非得扣 因為它被扣的點在 那個暫定執法線的外面 其實這個是以前 1900這種時代的時候 我們跟日本談的 所謂台日與月協議 藍色這一塊就是 日本 台灣都能捕魚 只要在藍色這一塊捕魚 都不會有事 那中間當然這裡有釣魚台 可是如果超過藍色 往上走 往北邊走的話 這一條藍色線 以西以南叫暫定執法線 我們的海巡船會來這邊護魚 可是超過這一條的話 外面就沒辦法護魚了 其實沒有辦法護魚 不是就不管我們的漁民死活 軍艦可以去 所以這一次它被抓的點 正好是在這條藍色線的外面 一點點就是這裡 所以就等於就是在我們 暫定執法線以外 有沒有 就這樣一對應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台日與月協定 是希望我們在這裡捕魚 最多在這裡 不要超過這一條藍色的線 以上或以東 因為這條船剛好就出去一點點 出去一點點就趕回來就好了 所以日本確實也採取強烈的措施 但是因為這個船 就是600萬日幣就數回來 一般都是這樣 船也沒有就是還扣著人也回來 倒是金門這一部分 就是這個船 因為澎湖的大紀滿88號 兩岸現在目前斷流 完全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包含人跟船都還沒有回來 這個倒是政府要趕快去 想辦法的地方 當然是剛剛除了韋漢的分析之外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日本跟菲律賓 雖然已經簽訂了所謂 相互的准入的一個協定 不過大家都還是認為 這個政治意涵 大於軍事意涵 因為日本有一個非戰的憲法 它有一個非戰的憲法 除非他們的本土遭受到一些 所謂的攻擊 否則以他們彼此之間 簽訂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家認為並沒有太大的 實質上軍事上的意義 倒是中國大陸跟 跟菲律賓在2號的時候 他們的副部長級曾經做過對話 表示即使彼此之間 有非常多海上的一些衝突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 用一些溝通的方法 來做一個解決 不寸然訴諸於武力 可是中國大陸你可以發現 一方面溝通 可是一方面還有派大型的軍艦 不斷在他們的先兵礁附近 先兵礁附近裡面來做巡迴 所以表示他們對南海的 這樣的一個主權 是達到寸土不讓 比較好奇的地方 就是剛剛也特別提到 菲律賓的軍事單位特別提到 我們這次不需要美國進來 做任何的一個處理 那當然其他的外地 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因為菲律賓說實在 他的實力上跟中共大陸距離 非常的遙遠 所以還是需要美國過來做這個部分 但是中國大陸因為目前還是用海警 而不是解放軍 所以他們還是把彼此今天的衝突 放在海上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搞到這個軍事的層面 美國特別是提到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選戰快要到了 這個拜登即使在認為 這個中國大陸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利益 但是他也不想在菲律賓重開戰場 所以彼此之間還是有一些的協調 希望這一次由菲律賓主動出來 告訴大家說美國不要來進入 由我們自己來承擔 但這個過程 包括日本跟菲律賓 所簽訂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認為還是有美國的影子存在 因為他還是認為南海的這個部分 日本如果能夠進來的話 對於他在防堵 中國的這個連線上面 他還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菲律賓 日本 說實在的在這一塊裡面 牽動著美國未來的一個選舉 但是大家認為美國還是在背後裡面 還是具有非常大的一個盤算 老師 一萬兩千噸的怪獸是很大 我當年當兵的時候 我的船才兩千四百噸 海軍 那也是在台灣的海軍裡頭 算是不小了 第二個層次的僅次於楊智浩 我們叫三智浩 這個對中國在南海跟菲律賓的交鋒 當然表面上看是中非 那其實當然是中美鬥而不破的一種表面交鋒而已 但是我很佩服菲律賓的智慧 因為菲律賓他其實處理了幾件事情處理得不錯 他要美國的終神飛彈回去 第二件事情 他對美國願意幫忙補給人愛教的事情 婉拒 聰明了 這個就進退有節 攻守有度 你不要小看人家 你笑成那個樣子你就看不起人家 我像你講話的樣子 講話給他繼續 我講得像小丑 可笑嗎 很好講 還有道理 來 我覺得真的是做得不錯 所以這一方面 我常常在本節目喊話 不曉得有用沒有用 我覺得老共你跟老美鬥爭 是要以霸道對霸道 以霸自霸 因為你的第一導練逼到我家門口了 你這麼霸 我不霸還行 但是對菲律賓來講 老共對菲律賓的沿海 尤其是人愛教這一邊 其實是你走到人家的門口 所以我覺得中國最厲害的 講霸道也講人道 所以你以霸道對美國 以人道對菲律賓 但是你不能只安安的做 你要講 老中是最會吹牛的 你就講我霸道人道兩手即備 你看我這個欲強扶弱 我們中國人 不是我們中國人 他們中國人一貫的美德 一貫的美德 我就講 好 我最後講博明 這個Pottinger是川普的人 而且川普如果當選 他會又變成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對台海 對台灣的一切解讀 非常的荒唐 他那一套我聽的都想要作偶 所以光是博明的存在 我們就是應該不希望川普當選 但是拜登當選更加好 所以我們真的是需要拜登退選 拜登說除非老天 除非上帝 除非The Lord 要我退選 下面還有一句話 但是上帝不會下來 但是你是基督徒 你有沒有聽到牧師常講 上帝隨時在做功 只是你我看不懂 你知道嗎 所以拜登短短的時間內 犯了24次的 是上帝在做功 那當然是上帝在做功 上帝哪會名講說 Mr. Biden You quit 不會 他就讓你一再出錯 一再出錯 你還看不懂我這個上帝白做了 菲律賓人本來就滿有彈性的 我很喜歡菲律賓人 為什麼 他們非常happy going 樂天 其實多年前調查 他們其實生活很苦 待遇也不高 他們亞洲最快樂的人 每個人都很高興 跳舞 唱歌 你到菲律賓去 歡樂的氣氛 我那時候到菲律賓看工廠 很多年以前 年輕的時候 什麼那些工廠 11月就已經Merry Christmas 到處天那個標語了 氣球就放 Gift President有沒有禮物給我 所以很快樂的民族 他們也過了 你看我們幹嘛努力工作 渴了那個椰子滿樹都是 餓了那個河裡面 什麼魚都有 對不對 幹嘛 我們每天在度假 你們有錢才到菲律賓來度假 我們每天在那邊度假 菲律賓滿有彈性的 賴清德 漢光演習的前夕穿上軍服 在舉光原地 訓勉國精弟兄 說大家的美帝漢都不會留 我覺得這是安排的 舉光原地會有什麼自己問 阿兵哥就問他說 我們有為戰爭準備的錯決嗎 他說我們這個要有實力 才是真和平 每地漢都不會白留 而且他說 不要以為我們人少 兵少 不一定 以少勝多 歷史上案例很多的 來 我們不怕 我們是打這個不對稱戰爭 好 那麼北約75週年峰會的話 75週年 拉攏歐亞抗中俄 那特別是日本 韓國都想拿進來 拜登 因為這是在美國 所以拜登等於是地主國 美國 去演講 拜登演講超強硬 他們說表現很好啊 跟那個辯論不一樣 很清楚 宣布再對烏克蘭軍援五套防空系統 立抗普丁 而且還拉了另外五個 英文加接五個國家 說要幾十套的防空系統給烏克蘭 俄羅斯 中國跟北韓的關係日益密切 所以這是岸田會談前談世界的現狀 說這三個國家關係越來越密切 不是被你們逼的 他本來沒有那麼密切 你逼 逼 沒辦法 逼到就很密切了 就像有些父母就反對 子女跟他談戀愛 你越反對 看那兩個就越緊密 越緊密 就這樣 日本北約說要設個專線 共享機密情報 日本最近跟他們關係不錯 另外北約秘書長說 現在要跟亞太地區夥伴密切合作 大陸外交部說不要找藉口 擾動 攪動地方的局勢 那美國議長強生新的議長 指責民主黨軟弱共和黨的 說軟弱所以助長侵略主義 只有川普才能把敵人嚇退 不會以摧灰之力 敵人看到川普就怕了就發抖就跑了 共和黨黨綱這是很有川普的味道 那業數減少很多 不過40年來第一次沒有提台灣 以前都會提到台灣 沒有提台灣 另外這次比較重內政親外交 他的黨綱比較內政 內政還是美國人最關心的 另外拜登賣力演說 但是歐洲外交官說 你很難憑這個演講 就改變了他辯論那麼爛 很難想像他能夠再幹四年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拜登還是不願意退選 他說除非上帝叫我退選 但是上帝不會下來的 所以你們看不到上帝叫我退選 這個賴皮 他寫信給黨內議員 他說儘管民主黨內高層勸退聲 使我倍感挫折 一定很挫折 你們這些背叛 但我不在乎這些菁英大咖怎麼想 菁英大咖不重要 一般黨員還是希望我繼續競選 所以我寄希望於一般黨員 大咖不管 但我覺得老美有時候講話很難聽 這個是德州的眾議員叫Vaysia 他說我極度擔心拜登的選情 我不認為那隻狗還能夠打獵 這話就很難聽了 老美都不會講這麼難聽的話 不知道講這麼難聽實在是很奇怪 而且你現在沒有其他候選人有嗎 拜登說沒有關係要換我很簡單 民主黨大會叫出來挑戰我 你知道我現在退我不可能 民主黨大會那時候要表決 那時候叫他們出來挑戰我 好吧 老共又來了37架共機 而且到西太平洋配合山東艦 海空連續又來了 你看離基隆只有48海里 離俄羅蘭比很近 不過離俄羅蘭比不重要 離基隆比較重要 因為重要設施在台北這個地方 另外那邊再有環太平洋軍演29國 這邊山東艦 這個還有呢 我看山東艦驅逐艦 飛彈驅逐艦 這個桂林號 延安號 然後呢 廉城號 四艘 也組成一個艦隊 然後在西太平洋 你在那邊搞 我搞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我們先看北約的事情 北約峰會華盛頓登場 團結力挺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美國總統拜登 在梅隆禮堂的歡迎晚宴上 靠著讀稿機 聲音洪亮 沒失誤的發表演說 白宮輪值記者形容 這是拜登近期表現 最好的演講之一 北約承諾在明年提供 烏克蘭四百億歐元的安全援助 將在德國成立新的軍事指揮部 負責訓練烏克蘭軍隊 並且在基辅派駐代表 以深化烏克蘭和北約的關係 儘管北約峰會議程 以歐洲安全為主 但對抗中國 也有越來越重要地位 美國總統大選 也是這次峰會的隱藏焦點 不只美國選民 各國外交官 都將密切注意 拜登的身體狀況 及在峰會的表現 而為可能的川普回歸 北約勢必得更歐洲 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那一鋒兄 我對美國想打造一個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機體防衛組織 比較有點興趣了 因為你看他連續三年請了日本 南韓 澳洲 紐西蘭的國家領袖 去參加北約的高峰會這樣 另外一方面他借著環太平洋的軍演 把歐洲的七個算是最強大的國家放進來 有英國 有法國 有德國 還有意大利這些國家 荷蘭 比利斯這些 那你這個北約的國家 跑到這個亞太地區 夏威夷這附近來參加這個軍演 這本身就很引起大家的注意 而且這個 他這個不是只有北約 你要知道他有這個拉丁美洲的國家 有六個也被他找來參加這個軍演 包括巴西 密魯這些國家 墨西哥這些 另外還有一個很少人大家有注意的 連以色列都被請來 所以這個就是布林肯在去年9月 在美國的這個John Hopkins 他的一個高級研究所 他這個發表了一篇演講 裡面就講了 我美國就是自律要打造一個 國際政治舞台的 雖然他沒有用國際政治舞台 他講世界的一個新的一個景觀 新的幾何 因為國一國之間的綜合白河 是很容易用幾何去畫 圖形去畫 然後這個Sullivan 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他講得更清楚 我們這個 從北約到印太這個地區 合作的項目是什麼 他連項目都講出來 第一個 烏克蘭 第二個 人工智慧 還有打擊這個假訊息 還有網路安全 這些都在裡頭這樣 所以美國這個是一個 坦白講他的這個是 利用烏克蘭這個危機 他是要加強打造這個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 這樣一個集體防衛組織 這裡當然我們就要去講了一件事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是很明顯 他就是要領導這個世界 因為最能夠挑戰他的 其實不是俄國 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人口多很多 然後是經濟的力量非常強大 俄國是一個快速下墜的一個帝國 其實他實在沒有什麼 經濟力量是非常薄弱 這次打仗都看得出來了 美國認為就是說 我這樣做我把大家團結在一起 一邊打俄國一邊打中國大陸 雖然這是違反的像基辛吉這樣 很多的這個西方國家的戰略家的想法 他如果你把中共跟蘇聯 跟俄國放在一起 你會讓美國變得更加的辛苦 可是美國顯然不這樣想 很重要的原因 我認為他覺得俄國是一個下墜的 他不重要 美國這樣做結果很簡單 你看他要求北約的國家 你們的國防預算都增加到 國民所得的2% GDP的2% 那很大 像德國的2%那還得了 那你想看 這些國家最可能買的武器 除了法國以外跟誰買 美國 就是美國 但他經濟上的利益這些等等 我最後其實我想講的一件事 就是說究竟他有沒有成功 我覺得其實每個國家 都有自己的盤算 每個國家都是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和平的時代 我們可以講更具體 就是經貿的利益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澳洲跟美國這麼要好 幫你打造盒子潛艦等等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澳洲的總理這一次 並不參加 他派了副總理參加 我是隨便講的理由是什麼 2023年 澳洲外銷到大陸的貨品 是2190億美金 那一年就是去年 全國出口量對全世界輸出的 百分之32.5% 你如果跟中國大陸搞壞冠軍 那就像以前的紅酒水喝 美國也喝不管那麼多 龍蝦你也不可能天天吃龍蝦 只有中國大陸有這麼大市場 可以去消化 所以你講澳洲以外 譬如印度 他極力拉攏印度 印度夠大也夠強 而且他有理由要對抗中國大陸 可是我們發現莫迪現在在哪裡 莫迪在莫斯科訪問不是嗎 所以印度是不結盟主義的信仰者 他非常的靈活 務實 在講難聽一點 在國際資料 他是非常狡猾的 他不會配合你美國 偶爾對付大陸是可以 你要叫他對付俄國 他連天然氣 你叫他不要買俄國他都做不到 所以每個國家最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不容易做到 好不好 共和黨支持到底怎麼 對台灣態度怎麼 我們看一下 在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登場前 一星期 共和黨黨綱委員會 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新的黨綱 2024共和黨黨綱在貿易移民 和外交政策等關鍵議題上 呼應川普立場 這份只有16頁的黨綱 比之前60幾頁要減短許多 裡面完全沒有台灣相關的文字論述 共和黨對台灣的支持是非常堅定的 民主黨也是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跨黨派 跨國會這兩院的 2024共和黨黨綱 清楚寫著就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還有20點很有川普風格的大寫加金炭號摘要 這不像傳統的黨綱 比較像是對川普的效忠誓言 和中國相關的部分也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保護美國勞工之下 取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逐步減少從中國進口必需品 以及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房地產及工業 沒有點名特定國家但表示支持川普互惠貿易法 對外國製造的商品徵收基準關稅 而共和黨即將通過的這份2024黨綱也顯示 共和黨的方向就是任何川普希望走向的方向 其實川普過去很不重視這個共和黨的黨綱 2020年他是直接抄襲2016年 所以當時2016年的黨綱被抄襲2020 裡面還有日期沒改變 所以裡面包括說2017年我們要完成什麼 但當時已經2020 但大家要了解說這個黨綱其實並不是 候選人的一個政策立場 這個過去美國兩黨黨綱都一樣 只是一個政策論述跟方向 就是說我比較概括的講說 我的黨認知是什麼希望是什麼等等 但不一定是個別候選人的一個推動的政策 所以即便川普這一次把整個黨綱做了精簡 過去是好幾百頁 把精簡到只有幾頁而已 把這個外交的因素化淡 其實不代表說未來川普政府不會重視外交 甚至不重視台海安全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兩回事 但我還是講一句 我今天早上看這個美國新聞 我以為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 我還特別去查這10點點是看錯 為什麼 我看到Politico 美國的這個所謂華府政圈裡面的 最主要的一個報社之一 他說什麼 他說克林頓的民調比拜登高 我看這個是回溯到4年前 8年前中的就不是 這太太 確實就是希拉蕊 希拉蕊 所以現在這個確實民主黨黨內 還是在討論說 是不是有更強的候選會出來 他們包括賀錦麗 包括希拉蕊的民調 確實比較高一點 高個1 2%而已 但希拉蕊也是當然不可能 他自己已經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賀錦麗聽說確實最近 是有這個念頭 至少他的幕僚群 是有這樣子的一些構思 但是我覺得 拜登他其實有短期 非常短期的一個 必須要證明說 他是還是具有準備 還是能贏得這場選舉 所以北約這個活動 就是他最好的舞台 因為是國際的舞台 可以站上國際的檯面 展現領導風格 所以確實我覺得這場演講 對他而言 不斷是這個國際的層面很重要 但是國內政治的命脈也是關鍵 最後只強調一點 北約這一次最有爭議的 如同剛委員說的 就是各國到底要花多少錢 去做國防支出 過去2016年的時候 為什麼川普那麼生氣 32個會員國 只有5個國家 有達到2%的這個要求 就是GDP 或這個生產毛的2%的 這個國防預算要求 2020年川普 因為本來威脅說要退出 甚至於就是說 美國未來不付出這個 對於任何其他國家的安保作為 後來2020年達到9個國家 今年達到23個國家 所以確實是逐漸往上 但是關鍵是什麼呢 你就看實際的金額 美國一個國家一年 8000多億美金的國防預算 整個北約31個其他國家 全部加起來也是經濟大國 加起來只有5000多億 所以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共和黨 包括最近國會議長Mike Johnson 就直接出來講 結果你還做得不夠 你北約要求我美國去防衛歐洲 但你歐洲有沒有付出 自己的防衛責任 所以我認為這個北約的議題 仍然會在美國的競選 這一次總統選舉當中會呈現 就是說到底 美國跟北約的關係是什麼 到底美國要如何要求北約國家 到底北約國家 該付出對於烏克蘭的行動 何大的責任 這都是接下來 我覺得美國政壇會持續討論 持續探討的一個問題 山東艦最近比較活躍 第四次出島鏈 進太平洋出了第一島鏈 進入太平洋 有沒有經過巴士海峽 顧立雄說沒有 我們都有掌握 比巴士海峽更難一點 在叫巴林堂海峽 大家一般比較少聽到 巴林堂海峽 然後往西太平洋 我們都掌握了 放心 不過今天很異常的 有56架老共的飛機越中線 這是有史以來最多的 有史以來 就是說老共飛機起飛 是超過56架 有比56架多 但是越過中線一次來這麼多 沒有 這是第一次 所以空軍也公佈了殲-16 他們殲-16過來的畫面 怎麼拍到殲-16畫面 說是我們的V-16把它拍到的 V-16因為要監控它 所以拍到 一共66架攻擊來 22架闖著應變區 另外56架越過中線 有10架沒有越過中線 22架過了中線 還到我們應變區 24海里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 這個照片是F-16的狙擊手 夾艙拍到的 而且說這個狙擊手夾艙很厲害 飛機員頭轉哪裡 飛騰就打哪裡 飛騰頭如果向後轉 飛騰就往後打 以前都是追著尾巴 什麼熱效應 追著尾巴打 他現在不是 還可以往後打 所以很厲害 飛官說數十公里外 都可以標定敵機 然後再掛武器 另外今年第31次滿多次 中國海警船也闖軍門海域 海軍使手 我們也派的艦去監視他 另外賴清德今天接見 八個國家的遠鵬班 講西班牙話的 這些八個國家 來自貝里斯 瓜地馬拉 巴拉圭 智利 厄瓜多 墨西哥秘魯西班牙 高階軍官班 所以這個班已經辦很久了 另外國防大學說 他沒有裝中國製的路由器 黃國昌說可惡 明明有裝還說沒裝 另外顧力雄連垮下來 所以要去徹查 覺得很沒面子 另外黃國昌說 你要重視廠商管理 你廠商搞什麼你都不知道 另外徐小星也說 說國軍用的大陸製行車紀錄器 花2000塊去採購 淘寶上只賣310塊 你不想賺7倍你們250 你們冤大頭 軍方說對 我們有大陸製的行車紀錄器 已經下架800部了 這800部多少錢買的 然後馬文君就說 這三家公司一個叫互唱 一個叫伊達諾 然後還有一家叫什麼 還有一家公司 互唱伊達諾 反而這些公司都是 什麼爸爸 女兒什麼 反而大家互相 媽媽去搞 然後這家如果被計違規 就換那家 那家如果說有發生 什麼就換這一家 還有一個叫做易坤 對 三家 互唱伊達諾 易坤 互相 大家也知道 等於是很多時候你可以去 尾 去換等等 所以他就說 你要知道跟軍方要有採購關係 很不容易的 一般貿易商很難發生關係的 它要有特殊關係 才有可能去標 所以可能這家標如果出問題 就你換個名字 換個名字再來 就換個名字 幾十次 所以有幾十次的說 被國防部停權超過60次 加起來 還是繼續做國防的生意 我們看一下 通常我們買大概2000多塊錢 通常的價格是這樣 結果人家淘寶上賣310塊 我們這不是很明顯被廠商坑了嗎 國軍用的行車記錄器 又被報用錄製淘寶貨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秀出證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徐曉星發現 陸軍後勤指揮部110年 採購1321個左邊這款行車記錄器 平均一台約新台幣2000元 但就被發現 淘寶也有賣 Made in China只要310元 這些貨都跑哪去 大價大概是800部 不我們當初是沒有看到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下架的裡面 有沒有含這一部 我們要回去查證 但國軍採購這批陸製行車記錄器 離譜的過程還在後頭 得標的子公司行車記錄器來源 來自母公司 再投標給陸軍後勤指揮部 雙方負責人還是母子關係 你把它列為拒絕廠商的黑名單的同時 你跟人家下定 有這種道理 回答一下好不好 所有人都不講話是什麼意思啊 台上一片激進尷尬快5秒鐘 部長顧力雄終於表態 畢竟國軍都說要去除紅色供應鏈 口號可不能只是掛嘴邊 來 明清兄怎麼看 顧力雄畢竟不是潛水艇 因為國軍的採購水很深 潛水艇夠深才能看到真正的底線 大問題是我想先談一下前面 大陸現在想把台灣海峽做內海化的 那個意圖非常明顯 但是華盛頓郵報 對於我們的空戰這件事情 做得比我們更詳細的報導 他在2023年的4月15號說 台灣面對大陸的空軍威脅 我們是高度容易受傷的 第二個他說台灣需要更多的Top Guns 需要更多的飛行員 為什麼呢 因為他評估在未來從2021到2024 未來三年當中 台灣需要一千名 一百名的新的飛行員來駕駛F-16 加上加艙這些東西 他是洛克希德所製造的 但是從2011年到2019年 有人退休 有人進來 這八年當中總共增加了 21名F-16飛行員 換句話說 這100名跟這21名差太多了 所以很簡單看起來就是 就算我們最新的 所謂的狙擊手的加艙 看得到它是被動式的偵測 看得到不一定打得到 因為你就算發射 它一樣會知道說 你有這個飛彈飛過來 或者是導彈飛過來 第二個是 這個所謂的狙擊手的加艙 也未必都是完全完美無缺的 2014年在相關的報導上顯示說 在阿富汗 美軍就用這種所謂的狙擊手加艙 他沒有真的到 美軍頭上頭盔那個紅外線 他直接就誤傷有軍 把自己的同胞軍隊就殺死了 所以他變成2014當中 很重要一個事件 誤傷有軍 無差別的射殺 所以我們在使用這個時候 當然有新的設備 當然令人高興 但是使用過程當中 這些缺點還是要改進 第二個就是 有關這個採購的問題 確實是很深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國軍的採購 如果他不是把它當作 是一個非常嚴格 對於軍事的防衛 或者是軍事採購當作是很 正宗歧視 而是當作一個包商生意 再商言商的話 那一定是薑本求利 一定cose down 而且你看這個爸爸公司 媽媽公司 幾乎都是產業鏈 假如說國軍的採購 它變成一個產業鏈 只是一個盈利工具的話 當然買的東西 一定是薑本求利 你從大陸買 或是從哪裡買 一定會有 因為便宜就跟賺到錢 最後一點我要講的是 其實大陸的這個accessories 不論是義烏 或者是哪裡 所有的零件 無所不在 連美國都無法逃避 或是台灣 所以你說完全都不要採買到 基本上很難很難 除非說你未來全部都 不僅是國艦國造 軍機國造 連零件的國造 你才要辦法杜絕 否則顧利雄 您是法律專家 到這個地方來 還是要努力的 把這些弊端清查清楚 至少立法院這一關 讓你查弊端一下 如果查不來的話 你沒法當前衛隊 讓立法委員來吧 宏偉 其實我們政府的採購標案 貿易實在太多 像這種就是說 其實就是一個家族 或者是一個集團 他設立不同的公司 在做進口 或者在採購 實在太多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蘇丹宏 他那個進口就是 他的第一家 事實上是違規 沒有問題 他用第二家 第二家繼續的違規 你再招到我 沒有關係 我再用第三家 反正三家全部都是我的 事實上軍方這樣的情形 事實上更多 剛才就說馬雲軍提爆說 原來都是你的媽媽爸爸 什麼一大堆的 因為我之前也曾經提爆一個 就是中科院 中科院他做什麼 他事實上就是做我們 飛彈的原料 結果這個原料 被人家抓到是由中國進口 尤其是中國的原料進口 那結果他們一樣 就是說這種違規 就變成記錄就是黑名單 但是他那個時間 可能就是一年 了不起兩年 那這個時間到了以後 他繼續讓他標 這就是這樣 你看 比如說你海軍 空軍 中科院 其實跟這些單位來做生意的 這些一旦跟他做生意 你真的要擺脫他賽很不容易 後來我就發現 他們就是如此 那有一家公司 被列入黑名單之後 沒有關係 同樣的 他再去成立一家公司 用這家公司 繼續跟你政府在做標案 像這個國防部 也經常發生的事情 那你以為只有國防部才有嗎 沒有 我自己還有去踢爆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我是非常生氣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的警察 有防彈背心 結果後來自己抓出來 很多防彈背心不合格 不合格率多少 大概25% 就是非常高的一個比例 大概四分之一不合格 結果這個廠商一直追追追追追 這個廠商是什麼呢 這個廠商原來也是黑名單 他黑名單之後 他繼續 他原來就是做這個 就是他的那個防彈背心 防彈背心就已經不合格 列入黑名單 那等到他合格之後 他還再繼續標給他 那中間又標給誰呢 標給他兒子成立的公司 你可以他就是這樣搞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不同的系統 都有一些特定的集團在標案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除了被這個立法委員踢爆之外 我覺得更應該去追究的 你已經被查出來 國防大選竟然去騙國防部 這一定要追究啊 對不對 那國防大選去騙國防部 說沒有這批沒有什麼中國字 然後還發現他們說謊 所以這個要不要追究 如果孤立雄這個都不追究的話 那你的國防部部長 根本是當假的嗎